好了,现在到了Garage游客中心 这是这里的大门 哈喽,哈喽 这是收票车 哇,真的是 富丽堂皇 据卖票小姑娘说 我只要凭Jordan Pass的那个 那个screenshot就可以进入了这个 进去 好啦,就是 显示了Jordan Pass就可以进了 我们是从南城门进入了这个古城 嗯,要进就进中间的 这样才有期派 谢谢 来,让我带你进入历史的长廊 哇,这是第一个景点 我还以为我八点半来到这边是一个客人都没有 不过,还有人比我更早 这个广场应该是南北Garage 这个古迹的交接处吧 我呢,现在就前往南端的那里去看一下 然后再去北端 哇,这里还是蛮大的 我们先进入了 啊,这里最 这里有三大 剧场 这个古迹有三大剧场 这个南部的是最大的 这就是罗马剧院 这就是它的舞台 那是后台吧 我们似乎还没有离开椭圆广场的范围 那我们下去下一个目的地吧 这熊伟的建筑物就是 呃,宙斯神殿 它就在那个罗马广场的隔壁 这宙斯神殿已经 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了 就是 不过呢,它的 很高的那些,那些粮 还有 有 鸟看整个广场 嗯,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就是当年的罗马大街吧 一路从南北 灌场 我似乎 在这里没了路了 然后 本来打算想去 呃 南 南部 南半部分的 的 的古迹 不过 就 怎么找都找不到 就是碰到了一片 一片山 我就现在去北部的 先看先吧 然后从北部再 往南走 找到一处野生的 poppy flower 可以看到这些 罗马地砖 带你走一下 以前 罗马大街 看看其中一个 大店吧 从这里看地砖 似乎比较 雄伟吧 现在我们到了 阿特米斯神殿 阿特米斯女神是 就是 Jerash这个 古城的 的 守护神 对 然后呢 在 各个神话中 就是在 中国神话中 就是 有女娲的代表 在 呃 拉丁美洲呢 就是 玛雅那边呢 就是 呃 Pachamama 就是 掌管整个 大地 或者是 呃 荣作物的 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 拍美照 就是在这里 它的柱子真的是 很壮观的 就比如这样吧 就比如这样吧 这里有一个游客小卖店 这角度还蛮壮观的 好 好了 离开这个 阿特米斯神殿 我们就 再往 北部走吧 刚刚我们在 南部 看了一个 罗马剧院 现在我们来到了 北部的 罗马剧院 这就是它的路口 就是整个剧院的规模 这就是剧院 然后呢 这是 北边的 这个古迹的最 北门 那就是北门 远远看的 啊 这就是看到了 看到了那个 尖尖的回教堂底下的那个屋子 啊 那个就是 就是 我昨晚 睡的地方 好啦 回到 嗯 Jerash Gucchi的 主干道 这就是 当年 罗马的 就是 步行街吧 经过这个门 还蛮有 震撼力的 好 好 这样灌了十柱 就是在这个 步行街 就是从 南北 就是一直贯穿的 想象这是 2000多年前的 噴水池 哇 天哪好有心情啊 好 我们是在 从 北部 走向南部 现在我们再来一个 回去 我们刚来的地方 就是 椭圆广场 我是在 找厕所的时候 无意间找到了 这个 Jerash 啊 博物馆 这是一个 小到 不可以的 博物馆 就是把当地 所挖掘的东西 就 某些东西 就 摆设在 这里了 就是这样 一眼望去 就可以看完了 啊 已经到了 南部这边了 就是 就是 这里的最主要的景观就是 啊 这个 Hippodum Hippodum 就是 古代的 的 体育体育馆吧 就是 估计 当年奥林匹克第一届 就是 在这种 设施下 啊 完成的 这一排就是 观众席 后面就是 体育场 就是这样 好 现在离开了 啊 Jarrash 古城 就是 我现在得回去 啊 安安了 如果你问我 Jarrash 就不值得来的 嗯 我可以说的是 如果你 你已经去了很多 古罗马遗迹 那 而且 你又没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 Jarrash 是一个 你还是可以跳过的 要不然它是一个 还蛮不错啦 就是如果 如果你也没有去过 啊 没有看过 罗马 古遗迹的话 截了一辆车去 啊 回阿曼 他 就开价 已经 经过逃价还价 他已经 给我降到了 三个JAD 啊 到了 阿曼北站了 啊 首先先查查 明天的 机场 巴士是 从哪里出发的 这样 我才会比较 明天会比较踏实点 已经查了 明天的 明天的 呃 机场巴士了 现在 坐着这个 呃 白色的 德士去 呃 阿曼 城市 就是呃 半个JAD 他的价钱 啊 我又回来吃这个 晚上 吃 看看跟 白天会有什么分别呢 我第一天来吃的时候 是呃 白天 白天会比较多人 现在晚上会比较少人 少很多人的 比较多人 吃 就学起来 什么 我还可以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